首先感谢大家,我知道很多人很担心我, 令大家担心抱歉,我无做甚麽特别高危的事情, 我只是一如既往,面对着截停搜查时, 我是去了解截停我搜查警员的身份, 但结果遇到一个很夸张的对待, 最后被人用手扣锁上,带上警车,今天开了眼界, 我从来只是在其他法庭文件或其他人讲才遇到这些情况, 结果我上警车后被一位警署警长不断加力手扣, 手瘀了,去到警署他粗言畏语, 亦都出言不信,问我何时死,又说记协是垃圾等等, 这位警员的表现令我谈性警署警长旺角警署, 令我感觉到很遗憾, 不过在今日其他时间, 我都有见到很多表现非常专业, 以及不对他人怀恶意的警员, 我对他们尽忠职守做他们的工作, 我是很感谢的, 事情很简单, 我们今天要去采访一个很特别的业主大会, 在元朗的朗平村的业主大会在旺角举行, 平日早上11点,我们就去采访, 我们走到未去会场,麦花宣会场馆的时候, 就被两名便衣人员来远截停了, 他们穿着便衣, 但现场有很多制服人员, 我就奇怪为何军装未截我们, 有便衣会截呢, 我又问他是哪个部队, 为何要截查我们, 经过一轮交流后, 国内警员已经认识自己是旺角警署的公众活动组, 我都已经在这个袋里拿了银包, 也拿了我的身份印出来准备交给他, 这时候刚才那位谭胜的警署警长走过来, 他当时没带委任证, 就确令我要合作,要站后一点, 我完全不知他的身份, 我以为他是一位喝完茶的中年茶客, 我就问他是哪位, 他又拔了委任证出来,很近给我看, 我只是看到他姓谭, 我以前见到他那张照片是有反光衣的, 我以为他是交通警, 我就想问他你是哪个单位, 我问了两次, 我问了第一次你是哪个单位, 他就说给第一次警告, 我说你现在求证吗, 给第一次警告,第二次警告, 两张黄牌变红牌赶我出场, 我没这样说,我只是心想, 我说你给第一次警告, 我问你是哪个单位, 他说给第二次警告, 我问你是哪个单位, 第三次就说抓了, 这样就抓了, 我指大家一定会说, 阿星你别那麽冲动, 别那麽傻, 别去挑战别人, 我必须要强调, 警察通例是说明, 警员在情况合理许可下, 要表明自己身份, 出事委任证, 交代自己的单位, 这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, 在过往我多次跟警方的交往之中, 他们都会这样做, 包括国安署的警员, 就算去到我家门口要搜查, 他都说他自己是国安署的, 大家都知了, 我的身份证是被警察放在直播那裡拍过的, 我相信全都讲我一个事过, 所以我对自己的身份证的资料是很紧张的, 所以我很希望知道哪些警员是在做这件事, 即使我被身份证被直播那一刻, 做的新界北重案组我都知道, 所以我想不到在什麽情况之下, 尤其是今天这麽太平盛势之下, 我这个要求是很过分, 我希望警方认真审视案件之后都明白, 这是我只是实行我公民的权利, 警方亦都因为类警, 他最后有讲到他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部门, 完之后我都准备拿身份证给他, 所以不存在任何阻碍阻撓, 或者在公众地方行为不件的事情, 大家有无问题? 我可否再评述当时是在哪几点, 甚麽情况? 好,当时很简单, 早上11点几, 我跟同事已经是拍好车后, 我们在麦花审球场对面的停车场, 那个大厦走出来, 我们未走到过去对面, 麦花审会馆场馆, 那裡已经被两名便衣人员叫截停了,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, 是甚麽身份, 当时因为我和同事, 他有两个警员, 我只是属于类警负责我, 我已经问他之后, 他就出了委任证, 我见到他的姓, 我知道他是警员,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, 即是哪个部门, 他问他为何会截查我, 他就是说入境条例, 他意思是根据入境条例, 警员有权截查我的身份, 但这个是他的权力来源, 不是他为何会截查我, 他觉得我认即可疑, 我今天做了太阔街坊, 还是怎样呢, 我只是想问这件事, 他没有, 他就是不断回复了几次是入境条例, 入境条例, 我都算数了, 我问他们是哪个单位, 他在多几次来往后他认, 他是旺角差馆公众活动组, 我也知道他的身份, 我都准备拿身份证给他看, 但这时有另一位警员走过来, 也有两位军装警员说要解释各样东西, 我也忙于回答那些军装警员, 所以我只未拿到他给他, 另一位, 我以为他是喝茶的中年阿叔, 原来都是一位警署警长的人, 走过来要我站后些, 我理解他的身份,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, 他就一次警告两次警告, 就抓了我了, 好吗? 没什么其他吗? 大家没问题吗? 现在保释, 潮款是怎样? 何时有报道? 最后因为多方原因, 我都决定保释, 因为不想担心的朋友太担心, 也不想过夜, 囚禁的时间是不好受的, 最后他准我用现金五百元保释, 9月21日回港警署报道, 距离我上机日子还有一些时间, 所以我都接受。 不担心影响他? 我现阶段不特别担心, 不过刚才直播我都有讲, 我能够去到牛津是因为我是香港记者, 因为我这个身份而去, 最终我因为这个身份, 我在做事, 而理行我自己的职责时, 而最后去不到, 我亦都无办法, 只能够命运使然。 刚才他说压到的手, 有没有打算有几刻? 其实我原来真的会, 他压到的时候, 个人原本很深, 在下午时, 但我觉得当时那些, 激留我的警察, 对我十分客气, 对我很好, 我亦都算数了, 我不令他难做, 因为我知道的, 如果我说要去医院, 到时就送我个白车, 又用大铁链锁住我, 然后又在医院等, 恐怕会令到事情更复杂, 我又可能会迟些出来, 他要跟我落口供那样东西, 他都伤害造成了, 我亦都觉得, 我不会去投诉了, 因为投诉的机制, 在法院都说了一个投诉机制是不对的, 没用的, 我们近来几个行家涉及的警察投诉, 全部都是查不到的, 而刚才事发的时候, 警察无开他的摄录机, 现场又只有警察, 我免得他们几位又是这样的结果, 我已经有几单投诉, 是抗日持久, 最后都是得个吉, 那算了, 所以我只是在这儿跟大家讲了一次, 希望警员明白, 那位警员是大力骗我的手扣, 然后还扭我的手扣, 令我扭到很大的血痕, 这些血痕在这儿, 然后他用手捏我的脊椎位, 这样捏, 我就劝他冷静些, 不要虐待囚犯, 可能他无做到之后, 我都明白在一些环境大家很激动, 但警察也好市民也好都要冷静。 没有了, 现在浅色了很多, 哎呀, 哎呀, 整个老师倒了, 大家放了, 看见那条痕吗? 你说很浅, 那他在11个小时前, 这些红色看到, 原来真是会的, 他期间有军装警员搜我袋子时, 特意说, 给你看着我, 你搜你, 一搜我手扣, 扭一扭去后面, 扭住你。 那边呢? 那边呢? 那边走, 好吗? 噁音